為了要合理化今次教育局的做法 它所安插的罪名是什麼呢 就是有計劃地散播港獨的信息 我們所了解的 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 其實是一個很無厘頭的事情 為何要將這麼多教學時間 但奮身放在非法政團上 這本身令人很廢解 到後面的內容還放大到不僅講港獨 疆獨藏獨 什麼都出現 如果這樣也不是有計劃地傳播 那怎會叫做有計劃地傳播港獨 從這個教育主要國的含有 首先教這些內容已經不合當不專業 第二就是它沒有做任何價值的建立 你討論港獨 討論完之後 你有沒有告訴學生 港獨這件事既違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而這個政團也都已經被判定了 是違反社團條例 同時在政治上 政治倫理上 分裂國家走向獨立 都是不可取的 有沒有做一些價值的引導 沒有 沒有 我們希望繼續大家去支持老師上訴 亦都通過這個訴訟緊急支援基金 去支持 去支持老師 他不斷在處對一些做得不對 不夠專業的少數的老師 去盡量一個互短 其實他是傷害了大部分專業的老師 能夠體現得到我們的專業 就是在於我們是保障我們的服務對象的利益 這樣才叫做專業 而並不是說保障我們的飯碗 去為一小撮的做得不對的行家 去互短 這樣就叫做專業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包庇 最大的問題就是它 扭曲了專業的意思 順利